人类是这么进化的 跨过了一道羞耻性的界线之后 所有美丽的事物都可以买卖了 不管是夕阳或者月光海 金色水岸第一排 都可以依照美色而标价 至于那些不能赚钱的美 就搬出怪手来将它破坏吧 就运来杀石将它掩埋吧 至于那些可以赚钱的美 就算用一座大桥遮住夕阳 就算抢夺了农民的土地 就算在珍贵的湿地上盖起快速道路 那些政客和商人们又怎会在意呢 尽管人生短暂 我们却是如此幸运 可以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 美的沦丧 哭吧 笑吧 反正美和丑又有什么差别 跨过了这道界线 此后就是一路顺风了 跨过了这条界线 此后就是一败涂毙了 哭吧 笑吧 过去的人们无法想象 将来的人们也无法想象 不用几年的时间 就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的地域曾经是我们的天堂 我们这个淡水河的淡水河口 这个正确讲是对我们对将来的祖生 是很大的灾祸 因为我们以前刚才童童念的那个词 就是我们的记忆完全没有了 那我上次我们在淡水那边 我们已经过一次 我就举了南银河 南银河也有建桥 不是没有建桥 可是你看他的迪士顿佛的建桥 开始的巴塞 瑞士那边有过很多国家 可是他们有个共识 不同的国家有共识 他们不会在景观最美的地方 像五雷雷雷 你们在那边建桥吗 你建桥所有的国家都对你抗议 可是我们的地方很小 我们只能靠我们大家人民的决定 所以很多东西是可取代的 好比说你运输怎么样 我知道他未来是台北港 然后联络在那边 将来什么什么淡水新赤震 就是杀死车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这样就是说 那个还是小事情 很多的东西是你 你建了以后可以恢复的 可是建大桥是不可能恢复我 最后还是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希望以后我们的环平的 这些委员要加上人物文化的 一直这样的这个委员在里面 第二就是说 你有钱可以买到整个台湾 你没有钱回掉我们时间将来 所以要看着景观 根据文化部的一个提示是 所谓文化景观 它一定要人跟自然互动的结果 结果呢 前一阵子新北市文化局也做一个 文化局不是审定 那个就是作为淡水何口 是否可以作为历史古迹的审定 结果一样可能就要以后也是这样 因为没有人的因素 所以它不是 我感觉很奇怪 不管是四百年前三百年前 甚至现代新的海外战水港 那些船都是要人开着 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经过口口 所以就我们来认定 那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人人跟自然互动的结果 完全完全符合 结果 在文化资产里被规定的 文化景观的真定 对我而言 那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呢 我认为 我强烈的主张 淡水何口或淡江西早 应该列为文化景观 淡水从早期的旧八景 然后现在又有的新八景 淡水一直被都更计划 跟交通一直强奸 到现在 目前小白宫 前面要二七根大楼 淡水剩下的唯一最美的夕阳 竟然要盖个大脚 淡水的河口 是有泄洪的功能 每秒钟要走两万五千地方米的水 淡水的水是很浅的 你知道以前退潮的时候 小朋友是可以游到对岸 这个是历史的 可能年纪轻的 不知道这样的时间 现在涨潮的时候 以前的为什么淡水的 第一渔港 退潮的时候船是没办法出去了 只有涨潮的时候才有办法出去 那你今天在 淡水最美丽的河口地方 扎两个桥蹲下去 到时候 你知道关渡的那个桥 它是一样是两万五千地方米 两万五千地方米每秒 当那水冲下来的时候 你们知道第一次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台风 水淹到哪里 水淹到官朝馆 水淹到马街的那个 的那个街道 你知道下次 桥高起来的时候 水会淹到哪里 水淹到老街的 的那个餐厅里面 到时候怎么办 到时候要做提防 到时候你们看落日的时候怎么看 就是不但 西航看不到 你连自己的家门也都看不到 其实这个自从今年四月中 那个桓平的第三次的 那个桓上会议过的时候之后 我们艺文界其实在五月底 就曾经在河电大国音乐会 然后在背归这件事情发生 但很不幸就是在六月中的时候 这个桓平大会 大家桓下桓平大会 它还是通过了 那这个中间呢 其实我们地方 少了几位那个文化工作者 我们不断的在跟文化部 或是新铁市文化局这边 提报要将淡水河口 跟那个淡水西兆 作为文化景观的这个认定 但是很不幸就是每一次 我们都会被文化局 用同样公文打回来说 他认为说淡水 他认为夕阳只是一个 自然形成的景物 他不是在文化景观的 保护范畴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 开这个记者会的一个目的就是 我们知道说现在那个 文资法正在修法 所以我们邀请到这个文化部 文资局的副局长到这边 那还有就是 这边有我们也请到文资专家 还有董文资法的几位立委 我就是要请他们来告诉我们 到底 我们来研究一下到底淡水西兆 或是淡水河口的西兆 这个景观 它到底属不属于文化资产 它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 文化资产的话 今天我们要在那边做一个大桥 它是不是应该要一个 省省的评估 在城市河口要盖大桥 其实是一个城市建设落后跟错误的观点 在报道上面很多提到说雪梨大桥 讲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这些桥大概都在一九三几年 大概都在一九三十几年 经过了八十几年 这些城市人口越多了 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车辆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继续盖桥 因为他们已经不处在那个时代 不处在继续标榜交通建设的时代 他们不希望在桥下面看河岸 今天很多先进国家已经不在河口 甚至在河上面盖大桥 我们在2013年的今天在讨论 我觉得是远远在所有世界大城市 城市建设落后在非常后面的程度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从城市扩张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保留一些区域 让它的民众可以在那里偷棄 淡水是台北的盆地的最边缘 再过去就掉到海里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交通全部带到这个地方来吗 我想我们从艺文的角度来看 这绝对是不应该 另外我们也知道 纽约 雪梨 旧金山 那个桥两旁是什么 那个桥两旁都是非常密集的城市区 他们考虑再考虑 不愿意再多盖一个桥 他们怎么样看河景都要在河边 我不要在桥下 我所谓桥下不是桥的正下方 那个桥下两旁各好几百公尺都叫桥下 因为你会听得到那个噪音 你会看见那个车槽 你完全没有离开城市的感觉 我最后只讲一句话 奥地利界徒师有一个叫 Camillo City 他在1889年写那本书里面讲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一定要逃避到大自然中一段时间 以便在生夏日子继续忍受我们的城市生活 继续忍受我们的城市生活 我们现在只要看廉价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是逃离城市 我们不是去度假 一起挤到那边去再一起挤回来 因为城市生活让人受不了 淡水是好不容易让台北人可以透气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毁掉 大家一起想一下 谢谢 这个文化地景 文化景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它的整个视野的保全 我们从日本的例子来看 就我非常粗浅地了解 日本京都这个城市 当然我们不要讲欧洲了 京都这个城市 他们为了要保全他们所有的城市的市民 可以在一年一度 看到他们旁边这个山头上 有一个庙宇前面的一个大自行 每一年会把大自行点燃 整个城市的市民可以看到这个大自行 为了这件事情 他们整个城市有一个建筑高度的管制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文化景观最关键的部分 不是那个景观本身 它是不是自然或人文 是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文化景观 文化地景 这样子一个视野的保全 那对我们来讲 淡水的夕阳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人们在淡水老街或是巴黎老街 能够往整个淡水河口 看到这个西洋西照 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心情 包括我们在座许多艺文的前辈们 一些画家前辈们 他们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 非常令人感觉到感动的记录 从我们这个节育开通之后 淡水整个城镇老街 包括一直到这个河口这里 是全台湾国民旅游 年度的人潮最多的 所谓的第一大景点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全台湾的市民朋友们 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这样子一个 这么重要的淡水的整个地景 做了这种只是为了开发 或是为了交通的理由 而做这样子的一个破坏之后 我们怎么面对这些 这么多的全台湾的这些民众朋友们 来淡水 抒压来淡水 感受到这样子一个 这么棒的一个文化的地景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 所以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这种大型的 不管是公部门或是非能开发 我们不仅要照顾到 全民的所谓的各种方面的利益 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它的象征意义 这个象征意义对我们而言 才是最关键 听说我们这个 新北市长也了解 我们要来申请淡水 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最关键的 也就是它有一个 很特殊的地理形式 这种依山傍水的特殊地理形式 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当然期待这个地理形式 不会因为人为的各种开发而破坏 那我们公共们在做这样子的建设的时候 怎么不去从一个文化地景的角度去重新思考 那这表示说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其实也是存在一个精神分裂 包括刚才赵老师说的交通建设上的精神分裂 我们整个城市的或国土的治理 也是精神分裂 这精神分裂已经长达五十年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我们首播的这个所谓的古迹保存 历史保存的运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启了 对于台湾的整个国土的治理 城市的建设 城市的开发 不要只照顾到所谓的这个开发或经济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潜力 还要顾虑到所谓文化的潜力 这个文化潜力才是可长可久 可是看来这三十年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公共们的整个城市的治理也好 国土的治理也好 从来没有将文化这件事情放在一个首位 可是明明文化就长远而言 它是我们这个国土得以越来越能够彰显出我们的特殊性 我们的优美的最关键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期待 我们的公共们不管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 在文化这个议题上面能够更积极的距离力争 就算你们要跟其他的部会有所这个对话 抗衡 我们都愿意作为你们的支持 是 让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面向 文化的治理成为国土治理的最首要的考虑 台湾对于这个不断的都更科学园区 然后大型的公共建设乃至大埔等等这些案例的抗争 我想社会这个人民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开发主义至上的时代过去了 刚刚我们教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人民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前端 但是我们整个行政官僚还停留在过去的这种 大手一挥说挖就挖说盖就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事实上在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环凭跟这些审议 很多都只是补足程序 因为开发早就在这个首长的头脑里面 他就认为这边就是要开发 这边就是要盖 然后再来补这些程序 再让我们再跟这些程序去抗争 我认为这个时代应该要过去了 我们应该是要从头去思考说 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到底什么对人民是珍贵的 夕阳重不重要 夕阳被大桥切割了 看不见一个完整的夕阳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人民认为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都认为不重要 良田的保存重不重要 为什么政府都认为可以随便挖 历史样貌重不重要 人与自然的情感重不重要 那为什么我们落后其他国家这么多 刚刚曾老师提到 有这么多的画家留下 这些美丽的这个记忆 那么像我们这个陈陈波画家 他所留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淡水细照 1932年所 1935年所画的这个画 这个很可惜 在香港被拍卖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 这么重视这个 我们的淡水细照 但是我们自己无所谓 那刚刚曾老师也提到 这个德国莱茵河的上中游河谷 被这个保存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这个因为这个罗雷来的这个歌 还有华格纳的乐剧等等 那为什么他们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 那法国的这个米勒的十岁 内姆田 到现在你去观光都还看得到 旁边还可以递着 那我们做不到 这个十岁的复制化 那日本的富士山 最近也被指定成世界文化遗产 其他国家认为说 他们所钟爱的这个自然的景观 是他们情感的一部分 而且是世界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自己不认为 我们的这些是要留给世人的 我们有责任 所以我是认为这整个思维都该根本的改变了 我们国会会希望从整个开发的计划的行程跟程序要要求 就要做市民参与 就要做文化治理的思考 就要做生态景观的这个思考 而不是计划行程了 然后丢给环品 丢给环差分析 然后大家来抗争 抗争赢的就不要做 抗争输了就继续做 这是一个以民为敌的 一个开发的程序 没有民主的程序 这个法律定了说 指定为文化资产是 法律定了目的是要求你行政待会要去提出管理维吾计划 结果你现在已说你没有办法提 所以回来说 这个不能被指定为文化资产 这个严重逾越这个法律的这个解释 你是被法律要求要去执行的 而且我们要你管理的是细造的人文景观 管理的是细造的视角的权利 你要管理这个 那你的第一步就是你要以你的文化局跟文化资产局的力 去跟你的政府提出说缓件 这就是你第一步要做的管理 有什么困难的 你要做的管理维护 第一个计划就是要求缓件 重新从文化的角度评估这个案子 跟你的首长讲 这就是你本位该做的事情 这你可以提的管理维护你不提 然后说细造没办法管理 所以不能用文资法 那文资法干就废了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即使是现有的法律还没改 都不能够这样解释 我想我们今天立委 我们要很严厉的指出来 我们的这个北市文化局跟文化部的文资这个文化资产局 要本于你的核心的职能本位来做事情 那我在教委会这段时间我也发现说 我们文化部到目前为止没有个文化资产 它有用力维护过 许许多多的古迹 有的都已经被差很多还不见 文化部跳出来 来用文资法来保存它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把未来我们要国会列为指标监督的案子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张图 查多少 左边这一张在富比斯开卖两亿两千万 右边这一张又是如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不是在讲一个 就是天方夜谭的一个好像是一文件的人士 大家启人忧天的事情 这是一个一旦见了以后 事实上他可能就是几十年五十年百年长存在这里 永远远远消失 永远远远被破坏的一个景象 那淡水河口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来到这个祖先登陆 马街一先登陆的地方 那多少的战争 多少的这个宗教事迹 这个大都公 马周部 各种事迹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前几年到瑞士日内瓦去 那日内瓦湖非常非常的大 環湖一周都好几个钟头 所以有一天瑞士政府就说 那这样我们来做一座桥 来横跨日内瓦湖 让大家方便 那不然的话这个对岸要好想休催 都要環湖绕好几个钟头 结果有人反对 发起公投 否决了这条跨湖大桥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各国的人到日内瓦 还可以 这个有幸可以看到 那个没有被交通建设破坏这个日内瓦湖 天然的 原味的 美丽的日内瓦湖 那今天全球化大家比的是什么 比的特色 特色是 我是觉得说你的原汁原味的特色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抢救这个淡水细灶 是抢救我们百年来 我们的共同的记忆 如果因为一首《卢雷来》 可以让这个蓝银河 这个名列世界文化遗产 淡水细灶不行吗 淡水细灶传唱在我们全国各地 横跨几代的人 我相信他绝对有资格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不要永远被破坏的 共同的记忆 共同的美景 我们的孩子有资格跟我们 以及我们的这个仙人一样 想做到原汁原味的淡水细灶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 那我是觉得说今天是政府的这个文化官员 以及我们文化部的文化官员 应该尽到责任 不应该这个应做而不做 刚刚正立军委员说那把文资法会廢了 那我是觉得说不只是文资法要廢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变成文化资产 那我认为说我们的文化局 文化部搞不好都应该被廢了 那关于这个就是今天谈到的这个淡香细灶的问题 那我们是依据那个文资法他施行细则第四条的规定 他规定所谓的文化景观是要 那个景观是要人跟自然互动而形成的景观 才叫文化景观 所以这个景观要有人为的沉温在里面 那因为细灶它是个自然现象 所以我们当初是用这个跟文资法的施行细则不符 这样就是把它挽护说这个我们不在文化景观的幻畴 那另外就是提报单位都把河口跟细灶把它合在一起 我是我们事物认为这是两件事 你淡香细灶是淡香细灶 淡水河口是淡水河口 你今天在沙伦也可以看到淡水细灶 不是说从河口才可以看到淡水细灶 所以不宜将河口跟细灶两个把它做个 这个可能不是很正确 有人在讲说我们说将来如果细灶 登入为文化景观它维护怎么管理 我们当初是因为有人来问我们并不是这样答覆 我们是说它跟文化景观的定义不符 所以它不符属于文化景观的范畴 而且将来如果说它有登入文化景观 主管机观是应该要拟定管理维护计划 然后要责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去做管理维护 那我们当初是把来询问的人是说 那如果像西洋的话 它没有所有人没有使用人没有管理人 那它的管理维护计划要怎么处理 可能这个说法是有个出路 那还是在这边说明我们那个事务的立场 每个东西都是文化都很重要 淡香细造也非常重要 应该要保存我们都同意 但是是不是文化资产 因为文化资产保存法 它有它的定义规定 我们是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定义来规定 它属于它属不属于文化资产 那以淡香细造来讲的话 我们市府认为它不属于文化景观的患愁 但是清化战争古战场和口断 它这个是属于文化景观的患愁 所以我们受理的是清化战争的古战场的文化景观的提报 我们并没有受理淡香细造这个文化景观的提报 以上做个说明 那我想这个有关文化景观纳入文字法 其实是2005年我们文字法修法以后才纳进来 那为什么会纳进来 其实是依据世界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保存观念 才把它夹到我们国内的文字法里面来 那当然2005年到现在也没多少年 所以目前国内各县市政府在登陆这个文化景观 这样的一个列别 其实是有产生一些争议啊 那各自的认定解读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文字局其实针对这一部分也曾经邀请专家学者到各县市政府所登陆的文化景观的点先去看 那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定义 什么样的一个景观才符合文化景观 那也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会跟市政府来做这个行政指导的这部分 让他们知道什么样来登陆才符合这个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有关说这个我们文字法施行细则第四条规定文化景观的定义是人与自然环境互动所产生的景观 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世界遗产的一个定义啊 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引进来而已 那我在想这个淡水的文化资产保存 其实不是只有淡水细造淡水河口 它是整个淡水的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景观的维护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文化部其实向来都很重视淡水的文化资产的保存的整体保存 所以我们其实老早就把淡水列入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其实这个检疫开通以后淡水的人潮相当多 我们也发现淡水的这个都市景观其实开始产生压力产生变化 那光检疫站出去的本来很多这种老建筑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做改建 那我刚刚有听到那个刘新龙老师也提到 这个其实这个文化景观其实是视野的保全 我们都同意 我们也很感动说我们怎么这么多专家行事 关心这些文化资产的 那我想我今年也去过这个葡萄牙里士本 我们里士本的建筑物都市计划建筑都相当高 至少五六成楼 但是你到山上去看到高楼去看 至少它那个屋顶它都会规范是斜屋顶 是什么颜色的红瓦的屋顶 它一定是这样子做 所以你从整个山上一看 那整个都市的景观相当漂亮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淡水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担忧了 已经开始担忧了 那我想文化部其实一直很关心文化资产 绝对不是不做事的文化部 那请我等一下了解 这个我可能要喊冤一下 真的要深冤一下 那我们真的对文化资产很关心 那个赵老师大概也知道 那我想我们国内推动文化资产保全会这么困难 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交易 事实上是不足 我一直常常在说 我们的文化资产有三种的应该要教育 第一个是我们的政府关联 非文化资产的关联 尤其工程建设的关联 因为他们一向都在做工程 但是我们的学校教育 对文化资产 其实一开始他都没有给他教育 所以他做工程规划 都只考虑工程的部分 没有先考虑文化 所以难怪会经常都是等到工程要推动 才产生争议 最后都是文化部出来做半黑年的 最后都是文化部出来半黑年的 才有办法把这些文化资产保存下来 也许最后的保存文化界不见得认同 只是保存一部分或者是80% 但是至少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那我想另外就是我们的学校老师 其实国民中小学的 跟大学的文化资产教育都是很重要的 那这一部分我们目前在修法的时候 有把这一部分拉进来 那我想有关这个 这个淡水细造这个事情 那按照文治法来讲 文化减官的主管机关 它就是属于地方政府 那当然 这个文化部 其实很难去介入说 我去指定这个地方 去登陆这个地方是文化减官 因为它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那我们只能做行政指导 那我 我当然我刚刚也跟曾科长跟他建立 我是想说 所以来说 依行政程序法 他文 他 新北市政府可以直接打呼说 这个不是 他的人民的情 澄清他不属于文化减官 他就可以跟他打 回复 但是我觉得 如果 只有官方直接这样子打呼 其实他们有一个机制 人民难免 难免会质疑 澄清的人难免会质疑 他没办法接受 那我是觉得 新北市有一个文化警官的审议委员会 有一个审议委员会 你审议委员会 除了审议登陆跟废纸文化警官之外 有关文化警官的重大事项 他都可以去讨论 所以他应该可以先提 这个审议委员会有十几位 甚至二十位的委员 都是相关的专列者 他可以先去讨论 这个淡水吸召 是不是在文化警官的患愁 如果是 你才进入文化警官的审议程序 如果不是 你再来打呼 也许这样子民众还比较能够接受 我是有这样的看法 这样建议会比较 比较婉转一点 比较严谨一点 那刚刚我们的思议也讲到 其实文化资产是要严谨的 大家来讨论会比较好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会比较适当 当然这部分我们 假设知道文资局 文化部没有办法直接命令他们怎么做 大概就是跟他们协调沟通 他们观念如果同意大概就OK 那刚刚陈前里面有提到说 文字法101条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地方政府应作为不作为这件事 其实在法律界的见识 应作为而不作为 其实是有很廉仅的定义 不是说他今天不去登陆这个叫文化警官 他就是不作为 他人民有陈前 他有讨论 他有开会 他有反应 他有看法 如果我这样说他不作为 然后我就直接把他拿进来 我自己来审议 其实到时候到行政法院 我们也是会败诉 所以这个有一些 因为现在地方自治的权限也相当大 你看那个直较市长的权力 不比部长小 真的我们没办法说 叫他这样子不对 我们直接拿过来 我想我们用行政指导跟他们沟通协调的方式来做 也许会比较适当 那我想文化部的立场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以上报告 淡水河口的细照呢 百年来从日记时代也好 从国民政府来台也好 他都是台湾巴警之一 这个我们的新闻稿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说日本时代在1927年8月 台湾日日新报透过民众投票方式 当年将近百年前的很先进 选出台湾巴警 这个淡水细照就是其中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淡水细照映照在台湾人的新版上面 这是一个历久明星的一个画面 激进永恒的画面 那这个淡水细照本来就 它本来就浑然天成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为的设施 今天我们文化部官员解释文化景观或文化资产 把它解释成说这一定要有什么人为的设施 才能够被称为跟文化景观沾上边 我觉得违反国际潮流 我觉得违反国际潮流 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这么计较 是因为把它设施成文化景观 对于这个工程 我们才有一个着力点去要求 我们朱立伦市长重新讨论 刚刚我们谈到说各种需要被教育的人 我觉得我们现在紧急迫接要赶快教育的人是我们总统 我们的这些高阶的这些官员 包括我们各县市的县市所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文化的保留 观看你的这个要怎么样 你的心在哪里 你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清楚 富比斯拍卖凭什么 因为有淡水 这个天然的美景 所以才会有成城坡才会有廖吉村的这些名画 然后才会有淡水洗澡 这个我们刚听新北市文化局科长 我在听他发现很遗憾 我感觉不输我们苗栗县的公务员 这个真的是我必须要很不客气的这样讲 所以刚刚我们文化部的这个我们的副局长 我觉得他的说法还比较诚恳 那他是说我们要优先教育 有很多需要做文字的教育 我认为刚刚田委员讲的 除了总统我们行政院 还有我们可能朱市长 还有我们新北市文化局 文化部要列为优先教育的这个对象 那文化部不要忘了我再提醒 你是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主管机关 你也是文化资产保存法 施行细则的主管机关 行政命令是你们定的 所以刚刚新北市文化局引用的是 所谓施行细则第四条 主管机关也是文化部 所以文化部也不能够完全被动的任由 我们的地方政府自己解释 施行细则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新北市文化局解释说 依照施行细则第四条 人类与自然互动而形成的景观 不包含西洋 这就是他的解释 那请问说一定要有人文设施 那米勒的十岁上面有什么人文设施 请他自己去看一看 上面没有啊 还是同样那母田啊 蓝银河还是同样那个河谷啊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到 我们的这个法转成中文 我们就做不到 你说还是依据世界标准来写的这个 施行细则这法 那依照你们的文化景观登陆办法里面 也很清楚写了 表现人类与自然互动具有文化意义 今天在场这些艺文界朋友 这些都告诉你文化意义 百年来这么丰富 你还看不见 然后说你没办法管理夕阳 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听不下去 我在这边距离要求文化部立刻 对文化资产保存法 施行细则跟文治法做出解释 然后发函新北市政府 要就这个案子 重新来评估 他的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个意义 至少你要做这件事嘛 你不要被动的 所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这个 这个责任任由他们去做 然后你刚刚也的确很无奈的说 到最后都是你们在抗争 所以我是认为整件事就是要提升到 开发计划行程的前端 中央部会就要参与就要介入 社会就要参与 所以我很呼吁这个农部长要站出来 回应这件事情 今天要请副局长把这个问题 带回去文化部 把这个文化部的作为把它展现出来 刚刚有关说 那个针对淡水河保 它是不是文化警官 这不是文化部解释的 我要跟委解释 跟委报告 这不是文化部讲的 这是新北市政府 他们的公文的 文化部解释文化警官的定义 这我们OK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说 这个政府之间中央地方 他各自有权责 所以地方文字法规范是他的权责 文化部没有办法去干涉他 但是我们可以做行政指导 可以跟他沟通协调 那这些事情我们会来做 但是不要说是地方的权责 就强压在中央 要由中央来思想 什么叫强压 刚刚已经讲 请你们发函要求 新北市政府公正式解释 文字法实行细则 你是法的主管机关 所以你就必须要来负责解释文字法 跟文字法的实行细则 那现在我们地方政府说 一实行细则他不能做 我们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文化部你至少 你要不就个案 你要就这个法要求 新北市政府 他的这个解释 你认不认同 你要表达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这边要求 你要就这个法的主管机关 你必须要去邀正式韩文 你不是今天在这边这样子 说你们会去做行政指导 然后最后你还是说 这一切都是以尊重 这个尊重地方政府的职权 好不好 行政指导 我们行文做行政指导 也是一部分 就是其实 行政指导 除了沟通以外 用官文去行政指导 也是ok的 我们会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 就是 这个是应该他们去审议的 不是中央应该审议的 我们对个案 来表示一件是不太适当的 个案 个案即使 沈亿委员会可以来讨论的 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他们 其实送沈亿委员会来讨论 至少应该送沈亿委员 对对对对 我们主张是他应该送沈亿委员 是都市沈亿委员大概超过十年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委员 站出来一票 就会讲公正的话 不是 我后来我就不干了 后来我就不干了 都市沈亿像淡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很多房子 根本不该给他那么多容器奖励 他们空间奖励 根本那个日照 就会压到旁边 太不合理了 十几个委员在那个地方 最后真正能够讲实话 真心话的 坦白讲没几个 最后有几次 我審了 我到后来我觉得 我们是在替政府 背一些莫名其妙的书 那我也问局长 当时沈亚军局长 他们说 怎么回事 你们总都不讲话 他说我们下个礼拜 现在议会要省我们的预算 谁省预算 开发商在送这些计划 来要省督省的时候 根本一些委员 就根本一起进来坐在后面 我说这个后面是很纠缠的 那个议题放在那里讨论 该不该 绝对不该 过不过 他会过 我后来我跟其他委员 说你们怎么不讲话 我读不出他们的眼神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看奇怪 怎么局长科长都不讲话 他们也觉得怪怪的 但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 法律其实是低标准 实在是不是高标准 我们想要用法律就可以约束说 整个淡水的自然景观 能够被保留下来 我觉得是 这个实在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我觉得好像 现在在台湾的社会 那个东西会不会使人 会使人好 提下来 就是低标准 什么事情都在低标准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一次 如果艺文界所发起了这样一个记者会 之后能够继续发酵 这件事情如果 倒下来 我们真的真的是非常希望是能够倒下来 倒下来代表台湾的都市的 或是集体的文化水准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 如果没有的话 丹江大桥 我当然知道这背后 我们今天没有谈的一个最大的议题 议题中的议题 轮子中的轮子 就是利益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 这个桥两端要接什么 对不对 我说那个雪梨两端 都是这么庞大的人口的都会区 他80年前盖第二条 不要 因为那影响太多 已经过了个时代 今天一端是台北港 一端是 一开始就不该做的 淡水新市政 一开始就不该做 我们今天还想要让他来解释还魂 整个事情是荒谬透了 荒谬透了 那不好意思 文智根科长 我说那样的解释 我现在还是新北市的非都的委员 那我知道我们能够讲的话都有限 我非常同意 就是这个事情 科长有他的权限 年富 我非常佩服他 入港能够保存是因为年富 入港能够保存 不然今天入港早就不是入港了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 讲真话的人 有 有对这件事有感动的人 我觉得要再继续集结 我之前跟思云讲 我说我还不太确定 因为之前六月我看到那个报导的时候 我本来写一篇文章 出发点是交通 但我知道交通这个事情的议题 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也许很多当地的淡水居民说 哦 有桥来了 可好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但我觉得那层级不够高 的确是整个国家的文化 整个都市的文化 都市因为建设一定会变大 但是有没有因为留下文化变伟大 那就是大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标准在这里 可是很多文资标准在这里 所以中间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 在什么样的程序上面给予一个 比如说文化部这边给予 向交付有所回应吗 否则这个环差的通过 当然我觉得某个程度 会让这个建设的方案 好像看起来可以继续往下走 我想这是目前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我想基于国会监督的职责 我们一开议 我们委员会 我们会邀请龙部长到委员会来 就是说他 其实这个层次真的 也不是我们科长副局长 这边能够处理的 所以我是呼吁龙部长你要站出来 我到目前为止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龙部长 为哪个文师认真努力过 我希望至少他为这个案子 能够来努力 所以我们会邀请文化部跟经济部 警戒会相关单位到委员会来报告 再会上一次看看也没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次的记者会其实也有几个诉求 一个就是说 现在中央在修文资法 那据我所知情的文化警官 他的法定地位其实是非常弱 大概就像我们历史建筑那样 就算你被指定了一些建设 他其实在有的建设 就大家可能可能一直就被拿掉 所以如果说将来的淡水西章 他有被指定文化警官的话 我们在现在修法 是个有可能 那我们警官他的法定地位 可以有比较强 就像古迹那样子 我们因为有古迹的存在 我们可能路要转外 我们一桥可能不要盖之类的 这样子 可能要请文化部 还有委员士病师可以帮忙 以下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诉求就是说 文化局这边 如果他欢迎还是不愿意 做进入审议阶段的话 恐怕文化部这边 是不是可以根据文资 立法的一条 直接可以介入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建设案 大家看起来这么大的建设案 它会毁掉我们这么重要的文化资产 是不是应该要在地方先召开听证会 具有法律地位的听证会 而不是公听会 或是说明会 因为其实据我知道 但家大桥从那时候要盖到现在 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程序 对 那我想如果说 他这边也很多英文文师 学者 立委 其实我们都很关心 但水晶作为一个世界 产生城市的潜力点之一 这样子的重要 这样地位之下 你要盖一座大墙 你要做任何的建设 或刚才那个杨军老师 他有提到的就是 那种小白宫多分 还是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都应该要在地方上 先召开听证会 甚至于我们希望 接下来我们的那个保护 不是像刚刚那个田科长所说的 河口是河口 夕阳是夕阳 其实我们接下来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是 河口 还有那个带水这个老街 还有那个带水 还有带水夕罩整个部分 应该都要保护 下来作为一个文化 很大一个文化景观 这是我们希望 接下来可以努力的一个目标 呃 请文化部 跟大家注意 文子法101条 我想你很清楚 当地方政府啊 直辖县市主管机关 依本法 因作为而不作为 自危害文化资产保存时 得由行政院中央主管机关 于一定期限内为之 借其人不作为得代行处理 紧急 呃 情况及迫时得禁语 代行处理 这就是刚刚老师一直问 文化部到底可以怎么做 所以你现在第一个要先发函 命他作为了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拜托文化部先 至少你先做这件事 你命他作为 他不作为 你就可以代为处理 呃 我们集文化元年之前 在办一个文化博士论 呃 文化博士论坛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希望文化部在关键时刻 要站出来 不然我们要这文化部干什么 那现在我们看到说 文化部他指定的 事件遗产的这种潜力点 我希望以后不要都变成笑话 因为他指定热身的潜力点 热身就继续挖 指定那个淡海的潜力点 然后现在淡海要盖大桥 然后他完全不管 我觉得这个文化部是完全没有guts的文化部 那我们一定要这个文化部 真的是不知道要他干嘛 那其实这个 就是说刚刚讲的那种危机的 就现在其实淡海的警官 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危机嘛 那文化部长就应该站出来 直接去跟朱一伦市长沟通 然后他们悄无凭 应该直接去找总统沟通 找新政院长沟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他需要紧急被拯救 不能在这个法条的那个 低级的层级上面在那边纠缠 然后说回了成情人的一封公寒 就叫做作为 这个完全是不当的作为 文化部应该站出来 针对不当的作为 就是直接进行直接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做事情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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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